好 我們看這個單語 介紹的是分數的四則運算 分數的四則運算 那當然包含的是什麼 分數還有這個小數的四則運算 那當然 既然我講小數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你要把小數換成誰 換成分數 比如說那種題目寫的什麼 1.2的怎麼辦 1.2等幾分幾 等於1喔 10分之2 就是簡單講 你看到點2的話 看幾個數字嘛 就寫幾個0 那1個2嘛對不對 所以寫十分之2 那把它劃分成 約分成1又 五分之1 然後再換成什麼 五分之6 然後再進行所謂的加減乘數 這樣會啦 所以小數點其實很簡單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那個主題一的部分 我們介紹的很簡單的東西 叫做約分跟擴分 那顧名思義約分是幹嘛 一直原理小對不對 等於說分子跟分物怎樣 要同除一個數字嘛對不對 那擴分呢 是變大 同除一個什麼 不為0的整數 這樣子會啦 好 那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你看這邊 比如說有個數字 叫做a分之b 它可不可以寫成a乘以7分之b乘以7 可以嗎 這叫什麼東西 這叫做 擴分 然後如果是除以d的話呢 這叫做 約分 這叫做約分 好 舉個例子 比如說 2分之1 1可不可以寫成這個 2分之1 2分之1 然後乘以3乘以3 可以 可以吧 對不對 等於6分之3 3 那可不可以寫成這個什麼 呃 好 我出討厭一點好不好 除以5除以5 2除以5 1除以5 也可以嘛對不對 那變成多少 2除以5是多少 2除以5 0.4 然後呢 1除以2呢 0.2 所以它可以寫成0.4分之0.2 那當然我們不會那麼出頭寫到那麼奇怪的數字嘛 那現在只是告訴你說 反正呢 我可以 擴分 我也可以怎樣 約分 這樣會不會 好 所以第一題應該很簡單嘛 第一題怎麼寫 來請問你 4分之3等於60分是多少 45 你就想嘛 4乘變60的 乘15 所以代表3呢 也要乘15 所以3乘以15 多少 45 再來它得多少 它得多少分之51 就想嘛 3等於變成51的 乘17 代表4呢 也應該乘17 所以4乘以11 多少 68 好 那是答案 這樣會嗎 可以啦齁 好 右邊的就是你功課 好 自己寫 好 主題一講完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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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